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服装行业是中国较早开放竞争的一个行业 上个世纪90年代 一股休闲风吹遍大江南北 正在经营家电小本货的秋光河 以及敏锐的市场主角 跨界休闲服饰 1996年12月 温州出现了一家名为森马的服饰公司 转移于国内市场的人口红利和消费热潮 森马与当时的班米罗 佐丹路等平台一起 可为青春学校和国内本土潮流品牌的代价 那您当年为什么选择去创业 去创满森马呢 当时选择创业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我们的家庭比较困难 我想改变我们现在的环境 同时来我们家人的过上幸福的日子 另一方面呢 是我们温州 是中国人经济的发行地 温州创业的氛围很浓 为什么又选择深马 当时呢 我认为服装行业的发展空间很大 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的 就是消费开始独眼化了 服装呢 也开始休闲化了 我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在创业之前啊 就经营过家电 在经营家电的时候 我积累了呢 一些经验也同时呢 也整合了一些人脉资源 这一批人呢 都愿意跟着我讲 我们96年4月18号 注册3号 注册深马商标 97年的章月21号 我们在徐州 第一家店开出来 当年 我们陆续开了三十多家店 这里面其中有27家店 就是我过去的虎邦开的 所以说呢 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初创的黄金来讲 我还是比较感动的 走进深马总部 你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 也看不到生产线上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上游供应商负责生产 下游加盟商负责销售 专注品牌管理研发设计和渠道拓展的深马 更像是一个整合全球优势资源的时尚服务大平台 这种虚拟经营模式 三马不是第一家 却是最有活力与生命力的一家 那其实公司现在上流下要都在外面 是您在创业之初就想好了这种模式 还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发现这种模式是最适合公司的 实际上这种模式是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模式的初步整形阶段 当时我一方面是资金不够 另一方面呢 服装的市场机会有这么大 有这么好 我只能记住外力 所以说呢 就有了现在的虚拟模式 我在说是领土在外这样的一个初行 第二个阶段呢 是模式不断往上的阶段 我们根据生马的发展实际需要出发 在上游呢 实现了虚拟生产体系 在下游呢 实现了虚拟销售 从这竟然的这个发展还实际证明啊 这种模式 确确实实是 是我们生马最适合发展的最佳的模式 那如果要总结公司核心的商业模式 您怎么总结 这种模式是以消费者为导向 以供奖生态权为特色 以供应文化为核心的虚拟经营模式 它有四个特点 一是开放 就是思维要开放 模式要开放 资源要开放 二是供应 要与消费者供应 与我们的供应商工业 与我们的代理商工业 与我们的合组伙伴工业 商市聚焦 我们可以把生产外包 也可以把销售外包 但是我们一定要聚焦产品 聚焦服务 一定要把产品研发好 做好 而且呢 要把服务做好 把客户的体验这项公主做好 事实变化 现在市场的变化很快 在这样的一个黄金下面 我们必须做出快速反应 这些年啊 我们通过不断的创新 优化 变革 调整 我认为 深马这几年一直走在创业和创新的路上 那现在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啊 比如说我们服装行业 是产品和产品之间的竞争吗 过去说是企业是产品与产品之间的竞争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 我认为啊 现在应该是一个生态权和另一个生态权的竞争 深马在全国现在有9000多家店铺啊 而且90%左右都是加盟店 大部分都是长期跟深马合作的 而且公司开店的速度也很快啊 平均每天大概有4家店左右在开业 那么这些加盟商为什么一直愿意跟深马合作呢 我们深马曾经一天开过24家店 一个月开过一百二十家店 创下了我们中国服装行业的速度 深马速度 改变了我们中国服装行业的发展格局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代理商 加盟深马一直用在深马当中 我想基于是这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呢 深马有家的文化 他们从创意的那天开始就跟着我们深马 而且有很多人把家里的全部储蓄拿出来 开深马跟班 正因为当时的这么一种想象 我才有了小孩有谁 他们在这个由来 第二个方面 深马不仅是有家的文化 同时还有持续创新的机器 我们这些年不仅是在规模上有了突破 在成品上有了提升 在品牌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价钱和传播 同时呢 我们还进行了多品牌和多品类这样的发展 这些多品牌的发展 还是多品类的延长 也给我们的加盟深马 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和更大的创意空间 在深马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政策规定 就是一地一车来激发在地上的开店热气 作为一家传统的服装企业 近年来深马在产品研发上大手里投入近4亿元的资金 更与权威机构和高效合作引进国内外的专家 成立深马服装数字版智能制造研发中心 借助科技的力量不断优化和提升产品的呼应链 这其中不仅有新衣料的研发和新产品的设计 还包括向我身后的这个智能诗衣魔镜 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可以旷速隔空试穿不同款式的服装 2011年 深马登陆深交所中小的 上市当日成为中国服装行业市值领先的公司 实现了家族企业向现代公众企业转变的历史跨越 2011年 深马在中国版上市 上市对深马带来了什么 上市给深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我想最大的好处应该是在这么这个行业 第一是大大提升了深马品牌的自明度和品牌的影响力 其上市以后呢 每天都有很多的机构和顾名在广州的深马 这本身就是一家传播深马非常好的一个渠道 第二呢 是大快乐深马的规范化建设 其上市以后啊 有很多的要求 这部市场的企业也有很多的期待 那么这些期待和要求 就让深马成为了一家更加透明 更加阳光 更加规范 更加富有整党的企业 上市呢 我认为是推动了我们深马 现代化的光丽精神 其上市以后呢 不仅是推动了深马 从家族起义 向现代起义的转变 同时也实现了 从家族光丽 向职业团队 或者说是职业精力人 而光丽的转变 记者 证明